据台湾媒体报道,霍建华本月刚从新系如意转杀青,31日久未现身公开活动,与杨幂一起卫星片逆时营救宣传,甚至还亲自长镜,与杨幂留下自拍合照纪念。 只是也有不少粉丝发现,霍建华疑似幸福肥,身形有些发福。 霍建华久未现身卫星片宣传,被粉丝发现,不仅他未细而剔的光头造型终于长出头发来了,连体态也微微发福,西装肩线明显紧绷,引发大陆网友热议。 我觉得华哥胖了,噓,不能说他胖,你不是一个人,但是更好看了。 也有人认为霍建华肩膀厚实许多,呈现倒三角体态,应该是变壮而非变胖。 5月29日,新济奶爸霍建华现身机场,他老干部属性再次上线,看到众多粉丝接机,他不时教育大家要看路,不要跃线,提醒粉丝注意安全。 当天霍建华头戴棒球帽,身穿灰色卫衣,虽然已经是爸爸一枚,但造型青春力爆表,颜值全程在线。 据台湾媒体东森新闻云5月24日报道,艺人肖亚轩和杨锦华是演艺圈中知名的好闺蜜,两人姐妹情长达16年, 彼此发生任何事总是第一时间给予支持与鼓励,不过最近却传出闺蜜情变,双方互动没有过去那么热络,甚至降至冰点。 据镜周刊报道,导致萧亚轩、杨锦华关系生变的关键,疑似是杨锦华将经纪约签给萧亚轩已经翻脸的前经纪人, 他出于好意,一再劝说却没有用,因而感到不是滋味,也怀疑起对方的真诚。 事实上杨锦华与萧亚轩个性男员北辙,也常因故吵架或冷战,例如杨锦华曾向媒体坦言, 为对方自创品牌设计的包包被嫌弃,双方陷入冷战一个月。 杨锦华也曾为了陪男友无法出席姐妹淘聚会,结果被对方骂见色忘友, 两人因此好长一段时间不讲话。 不仅如此,杨锦华看萧亚轩多年来,在情海里挤精臣服,每次恋爱工作就几乎停摆, 他不舍好友在情路上跌跌撞撞,曾在对方与柯正东交往时耳听命令希望好友多爱自己一点, 但对方依旧有如飞蛾扑火,结果连工作都受影响。 创房的友谊在多次想法分歧状况下出现裂痕, 多年来,杨锦华与萧亚轩和杨锦华的闺蜜情一直是网友津津乐道的话题, 如今传出情电传闻,视野显得有些尴尬,对此,杨锦华经纪公司表示, 两人还是有联络,意外一向重感情, 视锦华如亲姐妹,不管发生什么事一定会支持他, 不会随无聊的爆料起舞。 杨锦华的经纪人也表示,双方是相知相续的十年好友, 不会因为任何留言,进而影响两个人的姐妹情谊。